第五題是宋朝和明朝的政治制度 首先第一題是關於ABC分別是代表什麼 這裡是指趙康人是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從這個說法 其實他是在問宋朝 但是有部份的同學會誤解題目 可能因為這裡出現了唐朝這個字眼 所以導致在這裡開始搭一些唐朝的機構 例如A會搭中書省 但是中書省其實是唐朝的名稱 在宋朝應該會稱為中書門下省 B會是書門下省 C會是3C 或者有些同學都會把3C的名字寫出來 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整體而言 比較少同學可以三個都寫得對 可能寫不到財政這個位置 就會比較可惜一點 然後 就說要根據資料1 去分析唐代相權的差異 和宋代相權的差異 然後宋代相權的差異 然後宋代祖是如何去治相權 首先在差異的分別 可以看到這裡 唐代宰相稱為事無不同 事無不同的意思 就是說無論事情的大小事也好 都會由宰相去掌管 所以從這句話可以看到 唐代宰相的相權是非常大 但是宋朝的時候 這個宰相的權力就會被拆分為幾個部分 所以這個宋宋門下就是掌閑政 宋物院就掌軍事 三司就掌財政 所以宰相本身 他就可以統領了全部的權力 就會把它分散了 同時會說到宋朝 將律師台間遠這些監察機構的權力 和地位就提升了 所以這些都會對於相權是有影響的 首先因為要分析宋代相權和唐代相權的差異 所以應該要說到 本身唐代相權的權力很大 然後去到宋代相權就比較少 可以用一些唐代相權的例子去說 例如這個唐朝就是以中書省 門下省和上書省去做行政的劃分 而去到宋朝 就會被劃分為更多不同的機構 所以權力就受到削弱 但是我看到這條裏面 比較少唐代相權的設置 本身在唐代的時候 相權的設置是這麼大 而去到宋代 都是比較少唐代 可以用到具體的一些 框架結構去解釋 這個宋代相權 被拆分為什麼部分 另外 御史台就是負責去到監察百官 鑑院就是負責去到 本身是為了君主以前 但是後來都變成了 就是負責去檢舉這個官員 所以說到底 無論是御史台還是鑑院 都是負責去到監察這個官員 始終都會包括了這個宰相的部分 所以令到總體來說 在這個宋朝來講的相權 就會地位比較少些 然後去到這裏 第三題就是問這個 根據昭義 明太祖的中央政制出現了什麼變化 然後什麼事件會導致這個變化的出現 你看著這個圖很明顯可以見到 中書這個部分就沒有了 所以就是說中書省是被廢 就會有皇帝去承管這個六部 這個部分都比較多同學可以達到的 但是關於是有什麼事件 可能是一半一半的立正率 應該就會因為這個胡惟玉的案件 就導致這個宰相機構被廢 但是可能有些同學就會記錯了 那就有點可惜了 最後就問這個入皇帝去到掌握這個六部 這個中書省 對於明代政治的影響 那就會見到這個所謂的影響的這個詞 所以一部分可以說到這個 令皇帝的權力變高的這個影響 是怎樣可以幫助到皇帝去統治到國家 更加鞏固到軍權 這個方面會是正面的影響 那負面影響方面就是那個 就是會關於沒有人可以牽制皇上的權力 所以導致會產生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導致獨裁的問題 為什麼會獨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人可以制行到這個軍主的權力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一些具體的例子去說為什麼不能制行到 因為例如有些同學都可以寫這個 就是說當時其實明太祖的時候 是明成祖的時候會有這個內閣的大學士 但是他們也是沒有辦法去牽制軍權 令到行政效率會下降 因為加上本身太祖和成祖他們就是勤政 所以在他們的朝代就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在他們的朝代就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但是到了後來就出現了一些泰政的君主 這個時候加上沒有了這個中樞省的這個 就是成相的宰相的角色 導致這個權力就會落入了可以去到傳遞文書的宦官的手上 所以這個宦官的問題在明朝一代就非常嚴重 但是可能同學對於這個廢上權對於明朝的影響都比較熟悉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見到比較少同學可以寫齊這兩個項目 就可以具體溫這個部分了 但一下我們目前是休 قال 所以說明是行 vê 請客 謝謝